我今天會出25個表情符號抽題給大家 然後呢 我會考考黑蔬師他到底看不看得懂 我沒有想到會有一些 網花紮衣 因為有表情符號 沒想過嘛 對啊 沒想過 然後再來是第12個 這個我覺得是學校 哦 喔 喔 不對 好 第13個 這個 會不會是一種 我隨便講 一種 摩子 你厲害 真的厲害耶 對 我這裡馬德里常常會參加每年的 摩子宿器 哈 摩子宿器 馬德里有嗎 有 為什麼馬德里會有導馬數比賽嗎 因為 西班牙的日本社會之類的 他們會舉辦這些東西 然後呢 他們又常常會在那邊幫忙 因為他們是日本人 這個是馬屬的一種沒錯 那它是団子 然後呢 它這種不同顏色的叫做三色団子 就不同的口味 就是日本自古以來的一個喝果子 然後都是這個三個顏色 可能外國人沒有 有些人沒有吃過馬屬 或是不知道有這個団子 我看到外國人是以為這個是紅綠燈 還是什麼 紅綠燈 對 怎麼會用紅綠燈 他以為是斜的 斜的紅綠燈 接下來的這個呢 我覺得有可能黑術師跟台灣的大家 應該 不知道 有點像魂靈 很傳統的紅綠 就是影片上我看到這種服裝 但是我沒有很清楚是不是 喔 了解了解 那 這個可能就算差 這個是日本那個女兒姐 的時候有看過那個一層一層的那個娃娃嗎 然後上面不是就會有擺這個漂亮的 那個一男一女 就是這一個 然後我看到外國人是以為 穿著漂亮衣服的小男生跟小女生在約會 這個名字就是專門衣服 那 然後這個我覺得台灣跟黑術師應該有可能 不知道 好 第15個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你會這個是什麼 你會這個啊 超厲害的耶 因為 超奇怪的日文 因為就跟日本朋友去喝酒 我們身上玩一個遊戲叫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說一二三四 然後如果有兩個人同時說 連素姿兩個都要喝 對對 這個遊戲我知道 那種粒粒是那種有點就是長出來的那個樣子 酒是那個竹筍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竹筍就是在一個一桶上面 或者三個在那邊 我這個算是 了解 渣渣 這個呢是日文的 是一個 是一個吉祥物 然後通常可能常常過年啊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是百吉祥的 然後我看到有西方人有兩個解讀 一個人是說很綠粒黯然的三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回答更妙的 就是 而且還蠻多人喔 他說這個是 外星人在比種子嗎 真的假的 對 不可能是嗎 外星人 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 這個有可能會以為是手指頭 我覺得很酷 我直接說 那個 西方人的現象力比我的好 在第16個 台灣人我覺得應該也知道 我不知道加什麼 但是就是火鍋類就是你會放的 我會叫他你 但是我不知道加什麼 但是我才敢吃 我覺得沒問題 那這個呢 就是日本的刻板印象是 它其實是放在它的拉麵裡面 然後叫Naruto 就是那個火影人者的那個Naruto一樣的發音 那 西方人會覺得是台風 喔 有一點 像是 我看到西方人是以為就是花 以為是開花這樣子 再來我們第17個 那這個是非常常使用 台灣人也是 可是很多西方人都不知道意思這個 這個其實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喔真的喔 來使用 噴水或是那個流汗 這個也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要看你怎麼 你怎麼用 比如說 這個不知道你會不會剪掉這部分 但是我珍珍看到我朋友 珍珍會用 香蕉加這個就代表高潮 對 我其實也想跟你講說 我很驚訝這個 很多外國人會拿這個來當作是 這個 這個出來的東西 我其實超級驚訝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完全沒有這個發想 完全沒有這個想像 想說怎麼會用在性上面 因為日本人看到這個 可能只有一個想像 這個就是汗而已 就只有汗 也可能很趕啊 很緊張啊 然後就冒汗冒汗這樣子 對 平常會這樣子用 但是如果是跟朋友來開玩笑的時候 比較黃色小畫 也是常常用這樣 喔 我看到的也都是 就是大部分大家都是拿來當作黃色的一個貼圖 或黃色的表情符號 對 然後再來第18個 這個我真的是快笑翻了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跟日本 就是 就是只會想到這個東西 可是 西方人怎麼會以為是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你一定知道 對啊 中文權啊 沒錯 沒錯就是汗汗 從小看到大就覺得 這個不是很好理解嗎 就是在冒煙的樣子對不對 可是 西方人以為是 你在熱烤盤上面料理 對 可是我可以理解 因為 比如說在西班牙我沒有泡過溫泉 如果有溫泉 沒有 我覺得好像沒有溫泉 欸 是西班牙真的沒有溫泉 對 而且我超級喜歡溫泉 真的喔 雖然我現在也有一個問題 因為 如果我要去日本 我要去的 温泉 都是比較特別 因為 就 反 就是自己 而且是很 太大 比較大的 然後再來第19個 我覺得 這個呢 對於台灣人對日本人來說 你這看不懂這個 你這個是在開玩笑嗎 你這怎麼會看不懂 這個就是日本啊 對 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這個不就是日本地圖而已嗎 對啊 對 可是很多西方人看不懂耶 然後 畢竟不好吧 就是跟日本文化很 很近的人 可能常常看到日本地圖 所以你即便這個很小的圖 你看到你就會覺得 欸 這個就是日本嗎 可是 很多國外的 然後他以為這個是什麼 台底生物嗎 台底生物嗎 對 或者是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 湖邊的什麼怪獸 就是那個什麼 Neshi 然後再來 第20個是這個 那個 中春節 有 好像 有月亮 好像日本是 有 有 有 真的太厲害了 那這個貼圖呢 就是 就是賞月的一個貼圖 那外國人可能沒有這個習俗 就完全看不懂 對 是完全看不懂 對 是完全看不懂 所以就是有點 沒辦法回答 就到底是什麼 對對對 好 那再來是 第21個 個人覺得這個是全題目最難 這個台灣人應該也看不出來 除非你真的對日本文化 超級了解 不然我覺得你應該看不出來 了解很大耶 看得懂嗎 我沒媽呀 應該沒看過 因為其實在日本人 都不會用到這個表情符號了 平常不會用到 但是看到了會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知道這個圖片很像是 有圖跟太陽 我會猜 這一種卡片 喔 欸 我覺得你這樣解讀的力很好 它其實是日本的一個卡牌遊戲 叫做花牌 如果講花牌遊戲 台灣人可能會稍微知道 基本人有什麼解讀 基本的解讀嗎 喔 對 西方人好像也都是以為 這個可能是太陽 或者是月亮 然後可能那個是一個山上 可是怎麼背景是紅色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 看起來怎麼好像有一點 可怕 就是好像覺得有不祥的預感 好 然後再來第22個 這個呢 你們會覺得說 它這個怎麼可能看不懂 這個 對 沒錯 你連日文都會了 這是 御飯嘛 西方人會不會覺得是一個 一個房子 一個旁邊的房子 對對對 他們會以為 對 你說的房子 或是很多人以為 一個山洞的一個路口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理解 我是不能理解 所以我很驚訝 因為西班牙沒有 我是因為 可能日本人住在一階的 所以我開始 比如說如果我要 上課啊 去學校 我都會 就是帶 我自己弄得很多 我覺得我帶去學校 然後再來 第22個 跟剛剛的Onii很像 這個 這個我知過 但是我不知道是 那個叫什麼 但是也是一種 好像是用 雨糕 就做的 之類的 那我超級意外的 我知道你 那這個呢 是 鮮貝 我鮮貝 對 然後就是可能這個顏色的話 可能是醬油口味的鮮貝 然後就下面是海苔 然後這樣圓圓的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西方人解讀成什麼 我覺得 超級詩情話語的 還蠻多人說 他以為是 背景是西洋的一棟大樓 好 那再來到時候 第二個 這個的話也是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啊 怎麼可能看不懂 就有布丁啊 沒錯 我也是覺得這個不是布丁嗎 而且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今天所有題目裡面 我以為是最簡單的 不是就是布丁嗎 因為我覺得布丁不是 是西方的東西嗎 但是 好像我看到的論壇是說 西方的布丁 比較沒有是 長這個樣子的 有嗎 對 就很難亂講啦 我看到好多西方人 就還以為這個符號是 小朋友的科學勞作 就是又可能方方的 科學勞作 就說 這是小朋友做的勞作嗎 這是什麼符號 然後看不懂是布丁 還蠻多人都看不懂是布丁 不可能的 所以看不懂這支布丁 有問題啦 對 我也這麼覺得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意外 所以你也無法理解齁 我無法理解 對 這個故事布丁 我沒有辦法想像是什麼 好 最後是這個 喔 這個我知道 就是掛在外面 然後會有風吹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聲音 然後會有一個狀 沒錯 對 那你可能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它是叫 風鈴 叫做風鈴 西方人以為它是 漂亮的水母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蠻像的啦 對 但是我給你解釋 我想要看那些案件 對對對 因為如果沒有看過 就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對對對 我們來計算一下今天 黑術師得了幾分呢 公布黑術師的分數 它是76分 將將 欸 我覺得這行高欸 超級厲害的 已經高嘛 對 因為我今天找的這些 都是那種西方人士 很多人 欸 搞不懂的 很多人在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的 表現符號 我關於表現符號 其實還有很多 想要再繼續問黑術師的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了 好 謝謝 掰掰 下集再見 掰掰 下集再見 掰掰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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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